好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很有意思 我刚才也是跟前面同工讲了 我们今天又下雨了 所以是个恩典吧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敬拜 这个也是 我到这边才发现 我住的地方没下雨 我到这儿发现雨还挺大 虽然雨已经过去 能看出来 但问题是说 我想起了圣经的教导 阳光照在好人头上 也照在歹人头上 下雨也交在一人头上 也交在罪人头上 我说的应该狠点 冰雹是砸在罪人头上 也砸在基督徒头上 但是神的爱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问题了 我们今天想讲究问题 什么是神的爱啊 就是外在照在我们肉身上的 那个阳光和雨水嘛 是外在 那我这个讲那个 那个冰雹也是爱啊 那外在砸在好人头上的冰雹 和外在的砸在歹人头上的冰雹 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如果爱仅仅是在 肉身的层面上展开的话 记住不是不在这儿展开 那其实也是属肉体的嘛 对不对 显然说上帝 他有爱将他的主圣子 赐给我们 显然带来的爱 是超越 你看不是没有肉身的爱 是绝对超越肉身的爱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 真正要讲的 至处说的就是这件事 如果你没达到至处的时候 你的爱没有完成 换人家说 以后我们说 为什么爱没有完成 我们现在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就是给我们的恩典 就是我们所能够在制圣所里头 与你毁灭 那真是 是你的恩典 是你自己的生命大能 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 将你自己的救恩 完全以生命的方式 从里头涌流出来 我们才能在这 面对面见你 我们为此献上感恩 求主 今天也是这样 就像刚才 你自己的仆人说的那样 除了我们用属灵 这样的生命 就不能够宣讲你的话语 除非我们用属灵的 真正的生命 就不能聆听到你主 真正借着圣灵 给我们的话语 那就求主 将圣灵四下 不管我们今天是在这边坐着的 还是在家里坐着的 那其实呢 都是主 你自己用圣灵 用你的宝血 真正救赎回来的 让我们今天也是 也领着你十字架上 赐的圣灵 来领受主 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 不管是说 还是听的教导 求主做保守的工作 我们也把世界各地的教会 都放到主自己的手中 知道说 我们虽然领到了一点点小的困难 可是可能有更糟糕的 景欲的环境中的 不管是印度也好 不管是中国 在其他地方 那不管在哪儿的教会 知道说 主 你仍然爱我们 你爱我们爱到底 在任何景欲中 你都把至上的爱 赐在我们生命之中 以至我们今天 到你制圣所里头 就蒙受你自己爱 所赐的恩典 求主保守 我们这样祷告不配 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我是先讲一个 不太恰当的例子 但是我觉得说 比较能够具象地 说明我们的问题 197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 有机会上大学 然后有新的电影进来了 以前都是什么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什么电影 或者越南朝鲜的 那个时候来了 有外国电影进来了 其中有一个电影 是从日本来的 叫《狐狸的故事》 很有意思 我看有人点头 就是比较岁数大的 对不对 很有意思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看动物的 但是这个体材 是给我们很大的震动 一个震动是什么呢 它不是用外在客观的叙述 它是用一个主体的 狐狸的生命 来讲一家狐狸的故事 而且是讲了 其实是包含着 非常日本人自己的独特视野 和他们自己精神的表达 它非常有意思 精神很大的 它是那种 唯美主义的摄影 然后那种非常广阔的 日本北方的间距 如果你们记得 什么远山的呼唤之类的 这篇子所显示的 那种冰封 在那个辽阔的原野和海面之上 或者海的那种翻腾 然后当然也偶然有阳光普照的时候 底下有旷野 荒原 然后有这个小狐狸 它就写的一个北方的狐狸 从北方 那就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 所以它也大概预示着日本名 它一直演太阳 它里头一直演的是 是那种特别强调的太阳 比如我们显太阳 就有那个落日容金 辉煌一片 它不是 它的太阳永远是独特的 被云和其他这个东西 就是遮僻旁边的光 然后它突出出来的 就是那个太阳 这都是他们 日本人他有他自我的表达 是他们自己精神的 然后他写了一个 其实是很困难的自然环境中 然后有他们独特的 其实是日本 说是狐狸 是日本民族的 这个出来的 那好了 那这位北方的狐狸来了 他也预示 他们的民族 他们的可能根源 是从这个大陆过来的 然后呢 在这边 在这个特别大的冰雪中 它一开始拍得非常好 风到处裂的 整个是迷茫的 是阴云和这个雪雾 然后在狐狸从北方 踏的 冰打打跑过来了 然后在这边发现了爱 还争斗了一番 把别人打跑了 把别人的爱人抢过来 不是啊 是三角恋爱中胜利了 然后在里头有那种 雪中的欢愉 然后呢 哎 生了 生了五个儿女 那其中一个是 盲狐 盲狐后来 他因为意外死去了 那四个 那就是讲他们 怎么去抚养他们 从很小 然后到外边 去寻找食物 然后很困难的情况 然后后面经历了 非常糟糕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 他的雨季的时候 没办法抓动物了 小昆虫不出来了 大的动物那个痕迹 他们狐狸是靠嗅觉和 这个视觉找那个脚印的 都没有了 动识都没有了 没有没办法 他们不得不跑到农舍里偷鸡 然后呢 他这个 他妈妈 狐狸妈妈就为此把命丧 因为被这个猎人的陷阱农舍 把架子打死了 好 这是训练了 训练了 看着小昆虫隆龙的开始 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 然后呢 他就说 有一天 每天那个狐狸父亲 是单身父亲了嘛 一个人去抓了 给四个小狐狸吃饭 然后很辛苦的 然后辛苦完了以后呢 有一天 他突然有思考了 他说 他站在顶上 用非常 比较严肃思维的方式 眼光看着四个小狐狸 在底下又玩又高兴了 他说不行 训练他们了 带着四个小狐狸到外头去 然后就训练 然后怎么躲避那些危险 怎么去捕捉东西 然后各种各样 特别逗 然后怎么绕过那些牛 别去抓牛 抓不着的 然后这一类的 各种各样有趣的事 那么好了 终于训练的差不多了 各种各样的训练 心理完了以后有一天 他说这个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夏末秋天的时候 他说到这一刻每一个狐狸 都要经历这件事 就这一天是残酷的一天 然后他们都回来挺高兴 我爸在领中玩的 不 从这天开始 一只一只狐狸咬他们 咬什么呢 你得从我这走 然后那狐狸不走啊 你知道那是家呀 对不对 这是从我毛笼中的长 长得好容易长得这么大 一定是父母 你不喂我们 然后不保护我们 怎么今天把我赶走呢 一直一直追 就是那简直是 他怎么绕回来 怎么咬 怎么绕 一直 那后面三个 一个还挺高兴 咬他呢 就跟着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 咬走了一只 哭着 惨叫着 跑了 然后转回来 又是你了 也叫 好 一只一只 最后连那最小的都给咬走了 全都咬走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就是 我觉得这个片子 你看这个片子 我有很多记忆 但这个记忆是我特别深刻的 它就是说 什么是狐狸的父母 对狐狸的爱呢 对不对 是不是他养成一堆 又肥又壮的 等着别的动物来吃的 这个一堆肉吗 它不是 它是有独立的人 不应该叫独立人格 有独立的狐格 你得是独立的 你才算完成 要不你没完成啊 对不对 当我就不讲了 他们后来就跑去自己抓鱼 自己抓鸟 自己抓什么兔子 什么花鼠之类的 就成人了 都是一样的嘛 你看狐狸都懂这个道理 就是说 我爱你是爱的智处 什么叫智处呢 就是你的独立 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是自我了 成全你自我 是我最高最高的 这个爱的表现 其他我给你吃这些 都是为了这一天 所有有形的东西 都是为了成全你独立的 做一个独立的狐狸 这是狐狸 我们如果没做到这条 我现在发现 我们很多父母是低于狐狸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老妈 小朋友们怎么都自由主义了 你们想想说 你怎么喂她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这个实现问题 我们要来看圣经 其实我本来想讲另外一个故事的 但是呢 我想我提两句 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 很多人知道我是高干子弟 那个时候 在这个高干子弟 他们最最顶峰 不是现在去当国家主席这类事 就是在那个 这个就是66年 六年年折腾的 他们做了红卫兵 然后到处 什么这个 我的朋友跟我讲特别逗 因为我小几岁没参加 当时的那种红卫兵 他说当时他狂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说 以前这个 在66年以前 年轻人最高的地儿呢 就是团中央啊 最高领导 他说他带着人 他们北大附属的人 红卫兵的人 到那边去把团阵给平了 哇 这是年轻人最高的殿堂 他说 在我们手中粉碎了 哇 这是不得了 狂的不得了 然后后面呢 那个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就是江青代表毛主席 到中央军委去做了一个讲话 就是讲这波人 你们这些人现在太有问题了 是你们父母的问题 应该怎么教导孩子 我今天不讲啊 他讲了触龙说赵太后的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是爱 以后你们有空啊 你们去看看战国策 有提这个故事 我今天不提了 同样的道理 道理就是说什么是爱 关键是说 什么是爱 那个触龙告诉赵太后的道理 就是这件事 说你爱之深 就要给他什么 给他真正的操练 才会成全他的生命 这是他道理 我今天不讲这个 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这个事 这个里头也有启示 我们先看经文 因为我们毕竟到这儿来 是讲圣经的话语的 好 我们先从今天的经文看起 第一个他先讲说呢 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句话呢 大家都特爱听 尽管做不太好 但是就是说 爱是我们爱的旗帜 这是教会的特征嘛 对不对 我们很高兴了 那我们就彼此相爱了 但是很有意思啊 这个话没完呢 什么彼此相爱啊 对不对 什么是彼此相爱 桃园三间一 咱俩是哥们儿 然后呢 我为你插刀 你为我插刀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月什么同年同月 这就是彼此相爱嘛 这不是够厉害的吗 咱俩都两肋插刀了 还不说彼此相爱 那就是彼此相爱嘛 是护住主吗 我困难的时候 你给我借了十块钱 我现在困难了 我再给你二十块钱 对不对 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说的 溺爱的 就像小狐狸 这个妈似的 我就给你点吃的 把你养大了 然后你爱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东西 这就是爱嘛 对不对 哪怕是 我们所看到的 罗密欧和朱利益 那就是爱嘛 那就是彼此相爱了嘛 他说不是 我们如果是把爱 从人的角度 去看过去的话 我们不知道 爱的原型是什么 记住啊 不是说那不是爱 那都不是爱的本质 和爱的原型 因为那些爱里头呢 都有一个巨大的限制 就是没超出自我 这非常重要的 爱就是超出自我 就是超越自我 就是爱 爱的定义就是这样 当爱就是我们自在的自我的时候 它意味着说 就比你自己 有比你大的东西 超越东西在你发生的时候 你才是一个自我 你才是个人 说白了就是 比如我们刚刚讲这个 三界义什么意思呢 陶渊三界义 我为你死 你也为我死 咱俩是朋友 咱俩的生死 是连在一块的 但是别人没有 对不对 咱俩是三界义了 曹曹来咱俩得给他干掉 对不对 咱不会为他死的 咱得把他干死才行的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的 哪怕是父母就并讲了 只要你不说儿子 谁管他 我也教导我儿子 要狠狠打别人 对不对 以前老讲的这个 像对同志要像什么 春风般的温暖 对敌人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把他们干掉 对不对 都是有限制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自我的扩大 跟我的同类 直斗爱的人 然后呢 我们俩彼此同类 有共同本质 或者有共同 我们自己有限命运的人 我们彼此相爱了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说彼此相爱吗 就是互助组吗 就是一个小家吗 就是我们彼此的 两人的相爱的 所谓的范围吗 他后面讲的很简单 我们彼此相爱 不是因为这些事 这些东西也需要 我不是说咱们都缺德了 该怎么害别人 就算彼此相爱 不 他说因为爱是从神而来 我们的定义是在那儿 我们是回到爱的渊源和本质 去看说我们应当怎么彼此相爱 如果你没到神那儿去 应该没有啊 我们的爱都仍然不完全的 记住啊 那些东西也是爱啊 不要以为说他们不是爱啊 那个爱不完全 完全什么呢 就是上帝他自己的爱 他后面讲了 他说凡有爱心的都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这个非常重要 两件事都非常重要 没有爱心就不一定是神 因为神就是爱 这说得很清楚 爱的本质是神 爱的本质是神 我们所看的 人的爱都不是爱的本质 都是爱的刺激的延伸物 只有上帝本人将爱的原型告诉我们了 所以那是源头 也就是说什么超越 绝对超越啊 完全没有自己 这个是世人不能理解的事 这是你怎么跟理性主义讲 跟世人数入体 这都讲不懂的 他说我们认为都是自在 什么是自在啊 自在就是我自己嘛 那就是自在了 对不对 这就是自我嘛 那上帝告诉他 不不不 上帝是自在的 无限的嘛 他说很简单 是无我 是舍己 那是你的自己 这不是矛盾吗 只有理性主义的人想不通的 舍己就是自己 他说不 因为那就是爱 爱的本质就是这件事 就是在舍己里头舍不掉的东西 才是终极的自我 好了 我们一会儿会讲为什么 现在我们只说 但这两条说得很清楚 他第一条是说 爱是一种生命 说得很清楚吗 你有爱的就是 从由神而生的 爱是一种生命 爱不是一种仅仅外在的表达 只要还是一种外在的表达的时候 它就是有局限的 但是记住千万不能反过来说 是没有外在表达 就是爱 不不不 是在外在的 有限的 我们所看到的肉身的表达 道也是要成肉身 爱也是成了肉身的 在肉身中 彼此的这个媒介的传递中 是里头有神 真正的生命流淌 这叫爱 爱是一种生命形态 一定要记住 生命形态就是有这么一个特征 就是你不活就没有 记住啊 你不活就没有 所以接受爱的人 永远不是外在的 你只要外在接受的 对那个人是爱 对接受者不是爱 除非你在里头 也让那个人的爱 能够流到你里头 从你里头出来的时候 于是你才是真正接受了他的爱 这就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因爱而生 就是这么回事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爱 他说得很清楚 是一种生命形态 我爱你就是把我的生命给你 于是你也成为爱 我一会儿就会看到啊 这就是最本质的事 第二件事就是说 爱永远不能从外头理解 很有意思了 只有有他生命的人 把他的爱作为生命的人 才认识神他为什么是爱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我们的爱都是人间的爱嘛 上帝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事了 今天就是上帝我们教会挺好的 你为什么让我们主日聚会下雨啊 你看我们对上帝很不满意啊 那上帝的爱在哪呢 如果你外在地看 你是看不懂的 除非你也在爱中 于是你才知道爱是什么 非常奇怪的 小孩 你看那些熊孩子们 他哪知道父母的爱啊 怎么爱他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在里头经历过 他怎么知道那是爱啊 讲一个过去小时候看 我小时候是赶在了 大家都认为 我也承认是非常糟糕的时候 可是对我是好时候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是好读书不求甚解 所以那时候可以随便看书 因为没学校了 在文革的时候 看了我忘了是在三年两拍里头 哪写的一个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也是一直记着这个事情 他写的是说 他说可能是在清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讲孝智天下呀 然后呢有一个名士 点了这个汉林以后 被发到一个地儿 做这个县令 发放到一个地儿做县令了 县令嘛 他到那儿就要做教化的事 就开始了 说哎呦我要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呀 就是我们要做榜样 结果发现这儿呢 有一个 有一个逆子 他有一个单身母亲 那非常爱他 从小真是吃尽了苦头 把他养大了 但这个逆子呢 他老打他妈 不是打骂啊 完全叛逆的 不孝顺的 然后把他妈打得快不行了 然后邻里告了 那个时候说不孝是可以告 中国是以德智天下的 你是可以告到官府说 我们今天说你可能跟父母 只要没打到伤害罪 没人理你啊 那时候不是 你如果真的话 他可以告到官府了 关到县陵了 说县陵了怎么办 这么恶劣 都要打他 打他妈 是很威胁 把他妈打坏 尽管可能没打坏 但威胁了 那怎么办呢 这么恶 那么多乡亲跑来了 他说很简单 说在外头立一个 这个畜行的 那时候不孝是可以畜死的 在外头出一个畜行台 什么的 大架子打起来了 一个杠杆 上面掉了一个巨石 俩大小伙子 把他摁着 然后说把那个逆子带来 把他带来了 放在石头底下 放在了 好了 你们俩走吧 谁那摁着 让他妈摁着 处死他 对不对 你的逆子 你把他处死 他现在犯了不孝之罪 然后他妈呢 是不是一撒手 就让他死了 他妈在上面又哭又喊 说老爷饶命啊 老爷饶命啊 不是饶他命啊 他一撒手 他儿子死了 又哭用权力按着那个 然后这位名士 名士都有办法的 知识分子老想一些怪招 就说你看 天下有不爱父母的子女 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 笑着听 当然 这个在我们知道 人心论上 我们知道是有问题的 我们去掉这个 他这个 儒家在这个巨大缺陷 在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罪人都一样 父母也一样 然后去掉 但是他里头讲了 有一件事 我看到这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 生命的传递 不是仅仅凭借物质 这个母亲肯定是 特别溺爱她儿子 她单身母亲吗 就这么一个儿子 独子 所以她是供养了一切 但是不能够成就 记住啊 仅仅用肉身的满足 肉身是有限的 你怎么能满足人格呢 建立不了的 你给她多少 好吃的 好喝的 名校 什么东西都给她 给她安排好工作 你就能够培养出一个好人吗 不会的 第二件事也是说 只要她还活在那个里头 她永远没经历过 爱别人的时候 她不知道 你给她这些东西 背后真正的爱意是什么 所以这是非常失败的母亲 彻底失败的母亲 应该说是 我们今天其实都跟着母亲差不多 我知道了 我最近经常碰到有姐妹来过 我说我儿子怎么这样 我说你怎么这样 你们想想说 你在过去二十多年 上大学以前 是工作以前 你给她的是什么 你给她的是生命吗 对不对 我们特别华人 我们特别爱孩子 所以我们给她一切能给的东西 唯有说真正爱当爱出的那个地儿 我们没给她呀 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好 这边讲得很清楚 爱就是生命 只要没有生命的 就没有爱 这种爱的生命 没有生命 它也不会认识爱是什么 所以没有爱心的 没有神的爱心的 就不会认识神 我们现在也是 很多我们也对神感恩戴德 那是什么呢 哦 神过早的工作了 那就是神给你的嘛 对不对 神今天让我拿到绿卡了 神让学校本来没有我能考试 让我及格了 那就是神的爱嘛 神今天下雨是不是爱 神今天下包子是不是爱 这就是问题 当我们没有爱心看到里头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什么爱 好了 下面要讲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说得很清楚了 那怎么表达呢 对不对 刚才讲了说 那你这个爱 爱到底是什么呢 他结果讲了 他说其实爱是没办法解释的 非常有意思的 爱是没办法解释的 我们今天给爱下了好多定义 我刚才也下定义 都是有限的 对不对 爱只能失败 夫妻打架你就说嘛 然后太太的你们的法宝 都是很清楚的 我跟我太太的 她也是法宝 爱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爱我就行了 对不对 刚才讲了没有在外在 那个解释都是外在的 爱怎么办呢 我怎么向你表示我的爱呢 很有意思 就是示范 刚才生命只能示范呢 你怎么能说生命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自在的 自在的意思 自有永有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东西来解释它了 爱就是顶点 对我今天我没讲这一层 约翰二书讲的为真理而爱 除了真理以外 这真理和平爱心说真理 这两个是同样终极性的 除了在他们的反核性的彼此见证以外 没办法解释的 什么理论也说不清楚 除了你自己用主体生命表达 因为它是生命形态 我活出来就是爱 除此以外 没什么好讲的 这边不是我说的 上帝说的 上帝说的 那怎么知道呢 这不是讲了吗 从这个第九节就开始讲了 神他没有向我们解释说什么爱 建立一个爱的理论 没有 你从哪儿也看不见的 他只建立了一件事 就是猜他独生子到世间 使我们因他得生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就这么简单 是一个活生生命的 真正的解答 或者解释 或者是全失 那就是他自己活出来 这就是唯一的 爱就是这样的 只有爱才全失出来 所以我们看的 所有的爱都是这样 我们说神的爱 所有的其他解释 都是片面的 除非是神自己在我们面前活出来 这就是自在的东西 用什么东西能解释 只能用他自己解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显明了 还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十字架是什么呀 十字架就是全然超越自我 全然舍己了 上帝是在全然舍己里头 也就是说他不以自己的高位为强夺 把自己完全舍尽的时候 反倒把他绝对的超越 向我们彰显了 那就是终极的爱 那就是真正建立任何一个个人的 真正的终极的基础 就是这件事 除此以外没有 只有这件事 所以上帝到我们中间 就是做这件事情 我嫌我的爱 怎么嫌我的爱呢 我给你们舍己了 但是我在舍己中将我自己给你们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耶稣基督来做这件事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因此得生了 怎么得生的呢 我们现在不都得生了吗 是中性的事吗 没有 他给你的既然是十字架上的爱 就必须让十字架从你生命中出来 你才得了他的生命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爱 十字架上的爱 实际上的只要我们以这个顽固子弟的想法想的话 就是只要他上了 我就不用什么事了 对不对 然后他就像那些 我们说的那些真正的贪官一样 然后就爱我们 给我们一切的好处 我们自己啥事没有了 他说这哪是神呢 对不对 这不是神 这是王 但不是万王之王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他后面讲了 他说怎么呢 不是我们先爱神 乃是神先爱我们 说得很清楚 我们追求不到的 这种爱是人用任何人间的爱去堆积都堆积不出来的 因为那是神 他自己的自我的绝对彰显 所以是神先进来的 神他自己发动的 那是绝对的自在 自由拥有的东西 就是神的爱 对吧 他发动我了 我们千万不要 我们说的 僭越这事儿 然后用我们的爱 片面的局部的爱 去解释自我中心的爱 去解释上帝的绝对舍己 谁的舍己才有了 这不是讲了吗 后面讲的这件事特别有意思 他说 后面这句说的什么呢 乃是神 现在我们又不讲了吗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挽回祭这件事也很有意思 这个中文翻译的特别好 他原来的意思呢 很有意思啊 原来的意思一个是牺牲 记忆嘛 这个意思说来了很清楚 第二个呢 第二个字很有意思 第二个字他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挽回 现在是特别好了 这个是意义 意的特别好 他原来的意思是说 就是什么 就是补足失缺 或者补足过失 但是是一主体的生命 所以带有和解的意思 就凭了这件事 那我们说罪人什么意思呢 罪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不要上帝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这叫罪 我们干的那些外在的事 都是载体 都是外在形式的表达 唯有罪中心的事就是这件事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是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上帝了 对不对 那好 挽回什么意思 什么是补这个缺呀 谁能补得了啊 没人补啊 上帝是无限的 你亏缺了无限 你用什么东西来补他 你用什么也补不了 对不对 只有上帝本人来补 这就是真正十字架的意义 除了上帝本人 没有人能补了这个缺 我们都失缺了神的荣耀 那就是说 上帝在这个十字架 是完成了自我 对不对 他似乎舍掉自己 似乎让自己有限的肉身 都什么呢 都舍弃了 却反向地把他绝对超越的力量 那就是圣灵的力量 那就是复活的力量 在里头彰显了 所以十字架病和复活是不能分隔的 十字架恰好是上帝绝对超越的表现 所以他在舍里头 将他舍 用舍也舍不掉的东西 像给我们了 那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但是很有意思 如果这是他自己在里面自己循环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挽回记忆就特别好了 他说这件事 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发生的 记住啊 神的力量并不被我们的罪阻碍 在十字架上 不管你是什么罪人 不管你要不要我 都是我的敌人 没有一个不是 没有一个没有亏缺我的荣耀了 你阻不住我 你怎么亏缺我的力量 也进到你生命中去 也进到你生命中去了 但是你要他嘛 记住啊 只要没进去 那就是他的事 进来了 我们仍然拒绝 就是我们是无可推诿了 这件事就是这样 神的爱是无限的 绝对自在的 在每一个罪人的生命中 都得以完成 这个我们中文中翻译 稍微有一点不太对头 我们现在还想的是我们的 是他的爱在自我完成了 在每一个罪人中 你挡不住 只要那有一个黑暗的地儿 挡住了他 他就不是无限的 他说挡不住 你杀我 我仍然爱你 对不对 你害我 我仍然爱你 你弃绝我 我仍然爱你 在我爱的意义上 我已经完成了 我无限的爱 没有一个东西阻止住我 除非你自觉于我 要从里头掉下去 所以这块石头 一给我们就是这样 你但凡让它在里头出现的 于是你就在它里头 你但凡它到你里头 你还硬把它推出去的 你就在这块石头上摔死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向人所弃的那块石头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十字架就是这样 里头发生了吗 如果神只是他自我循环的话 是一个绝对超越的话 就跟咱们没关系 所以我们只要站在旁边说 哇 十字架很伟大 他的爱绝对伟大 却不让那个爱 借着十字架 他自己的生命在里头出现的时候 那我就掉下来了 所以十字架是谈不了的 你怎么谈你都不会得他的爱 除非他在里头出现 就这么为止 就是我也变成爱了 不是变成我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爱 我也变成 愿意跟在他的十字架上 也把我自己舍掉 让那个大于我的爱的生命 从我流出来的时候 我才在他里头 这就是挽回 你看 挽回两件事 一个就是他绝对超越 不以我们为条件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你要想跟着他走 你的生命得让他进入 不是我们 是在他从里头 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不会有爱心的 我们的爱心都以我们的自我做限制 只是把它范围扩大了而已 凡是能绝对在智术超越自我 进入到神 他自己永生里的人 他都是凭借恩典 没人例外 全都是 那什么恩典呢 不是外子的恩典 是内在的 每一个有爱心的人 都是基督的爱从里头出来了 他才达到了智术的爱 才是永生的爱 对不对 换言之说 你不背着 你不让耶稣基督 从你里头背着十字架出来 你就不知道爱是什么 你就没有上帝的生命 现在就是这样 我里头有十字架吗 钉死的是我吗 这就是重要了 那就是恩典 神的恩典从里头出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 真正爱的这个表达 我要稍微 好 我往下走 好 他说了 那这个智术了吗 不以任何为条件了吗 是绝对超越的吗 他后来讲了说 不 这个爱是道成肉人 他说你看 亲爱的弟兄们 神既是相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头 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头 得以完全 原话是神的爱 就在我们里头得以完全 这原话的意思 那好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的意思 也说得很清楚 他说是有实体的 爱也是成了肉身的 不是空来空去的 不是我爱神 然后什么超越 就超越到一个空地去了 他说不是 很简单 是在彼此相爱中 是有形有体的 耶稣基督 既以他自己的肉身 为所有有形有体的罪人死了 我们也是在彼此相爱中 记住啊 不是仅仅给他做两顿饭 是在做饭中 把我给舍了 这就彼此舍 这是向着耶稣基督 我们以神的爱 彼此相对 舍掉自我的时候 于是神的爱 就在我们里头 完全地出现了 基督而是神的爱啊 不是我们爱 我们爱不了的 对不对 那么后面讲的圣灵 就是这样子 他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他里 他们也知道 就是圣灵 今天对这个圣灵理解是 跟主没关系了 圣灵什么意思啊 圣灵就是那种能力 把天使给换成圣灵了 其实天使根本跟圣灵 是两码症 对不对 他说我现在有圣灵感动了 什么感动了呢 就是光看着半山 遗海 这些事儿 任何神迹 圣灵现在都是看得着 只要出现一个有形的奇迹 我们认为就是圣灵 其实最大的事就是说 那些神迹没出现的时候 也许就是最大的神迹 世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世间只有一个神迹 其他的神迹 都是这个神迹的外在表达 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和复活 离开这条 保罗早讲 离开这条就完了 我们只要离开这条神迹 世间一切的东西都不神的作为 只要离开这件事 十字架和复活 这就是最大的神迹 对不对 我们必须在这个里头 于是什么 于是才能够真正经历到基督的生命 所以圣灵内住 圣灵是在十字架上赐下的 我们早期教会很有意思 有一个比喻 早期教会就说 它是水和灵出来了 它把我们圣经的意思说得特别清楚 就是当时乐下这一下 然后水出来的时候 水和圣灵同时的是 当然这是比较形象的说法 它最重要就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说这是灵 灵是在十字架上绝对彰显的 如果灵还需要凭借任何有形的肉身条件 才能站立的话 它就不是绝对的 所以在十字架上全然的舍弃里头 灵绝对的彰显了 当然不是没有肉身 它是在舍弃的否定力量 帮它的绝对的肯定彰显了 所以你的舍弃 你什么也不舍 再躺在家里说 圣灵是绝对超过一切的 所以我也得了圣灵 那些事也别跟我沾边了 那你是虚无 那不是圣灵 对不对 圣灵恰好是在否定的舍己中 反向地将它绝对超越的实在力量彰显的 这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统一 不得了的事情 这边讲的圣灵就是这个灵 就是十字架上下来的灵 才是圣灵 凡是把这个隔开了 哪怕把圣灵的外在工作一向拿出来 那就是圣灵 那就是对圣灵的亵渎 所以我们今天讲 不是说那些神迹不是圣灵 它不是圣灵工作的本质 只是它的载体 所以这就是一样 我们都是感恩的 圣灵的工作是说 当日头来的时候 我们就感谢神 不是感谢祂给我日头 是感谢祂背后所赐我生命的 超越着阳光照射更高的领受 我们是把这个领受都不看成至上 就跟工作一样 工作来了我们就说 哇 这就是恩典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你看我不祷告 祂就不来 不 祂是圣灵的恩典 祂恩典的什么 恩典的是比工作更高的 那位赐工作的主 祂要又真又活地 在我们生命中出现了 于是祂恰好是对工作至上的否定 我们今天也是 当困难来了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遭受了这个苦难了 我们就没 不是圣灵了吗 那仍然圣灵 因为我们在苦难中仍然坚立 那世间摧毁了一切肉身的东西 都摧毁不了我们 那不是圣灵的神迹吗 那是至上的神迹 对不对 所以圣灵讲的是要内住 就像我们早期教父讲的 什么是圣灵 圣灵就是我们里头的上帝 我们里头的上帝 这个为何就是里头 一定在我们 你如果都关注到外头的工作的话 他也搬山也搬海 但是那不是他生命的本质 连尼布贾尼萨他都说 这都是我圣灵感动着他干的 但他没得到永生 为什么 因为没在里头出现 他只是被外在驱使了 如果我们也盯到那些外在的功效上 那我们跟尼布贾尼萨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这样 圣灵给我们的就是 背十字架的力量 这是唯一的力量 对不对 就是复活的力量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圣灵内住真正的本质 所以他为什么放在这 有圣灵的人就爱心 有爱心就不是属肉体的看见 乃是在灵里 就在至处 要为别人舍命 也将这命给别人的 这样的恩典 那就是圣灵内住的表达 剩下都是 我们说的不是说还是回到这儿这个事是绝对 因为也是成了肉身的 并不是说灵就不支持肉身了 只是在肉身中他要彰显的是超越的力量 而不是等同于肉身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好 我们也看到灵了 所以他后面做了一个总结 我为什么要看我们字呢 对不起 我因为圣经上写太多东西了 眼睛现在不好 这个密密麻麻 已经平常的笔记遮僻了 所以我要看这边 对不起 好 后面也是这样 他做的总结就这样 我是把圣经拿起来了 看我的圣经比较好一点 他做的总结就是这样 这父差子做了事的救主 就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 这是我们实在在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见证 记住啊 不是理念总结 是我们真实地看见 见证意思不是在外头做一个见证 是里头经历过的见证 所以我们才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什么了 那么好 凡任耶稣 你看又回到 凡任耶稣为神的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 他也住在神里头 道具很清楚 圣灵的内住就是含义 圣灵是给我们里头重生 有神的生命 那神的生命什么样式呢 唯一一个样式就是他儿子的样式 他儿子样什么呢 就是上十字架 所以我们除了在这个样式中 我们不可能得他的生命 也不可能领受他生出生命的爱 记住啊 我们可能得他外在的恩典 就跟歹人一样 受了阳光 受了雨水 其实里头啥也没有 对不对 那是歹人受的普遍启示的 神的造物的爱 但是在这边我们所领受的不是 我们领受是内在里头有基督 不应该说 借着基督的生命有上帝生命的 这样的爱是我们领受的 所以这说了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的 就是住在神里的 神也住在他里头 说得很清楚 是住在什么爱里 住在十字架的爱里头 里面 记住是里面不是外头 我们只要是外头领受的时候 我们还一直在外头 我是在外头 我领受的是物 对不对 我在里头就是 他已经在我里头出现了 我已经变成他了 对不对 刚才讲得很清楚 怎么补足啊 我们补足不了的 只能因信称义地 让基督借着十字架 他自己的方式 住在我们里头 我们于是才被挽回在神里头 于是我们对神的亏缺 才在这个地方 我们才出了什么 我们才出 才真正的和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只要里头没有神的生命 你怎么跟无限和好 你永远是在无限外头的 除非你的生命 借着基督的爱 让那爱成为我们的生命 也流出来的时候 就是和好了 因为下面这件事非常重要 因为这下头 就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呢 这样呢 神的爱在我们里头 就得以完全了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讲这句话 特别有意思这句话 但是我发现我们读圣经 我之前发现了好多次了 就是说他基本是读半句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它有反合性 反合性的意思就是说 你哪面不能缺 他说到后面这句话没听了 我们现在就是谁都不害怕了 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法的事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因为没有畏惧 没有敬畏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没有畏惧呢 因为教会里的人也没有畏惧 我说的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不用怕 对不对 我们已经得救是神的儿子了 所以我怎么犯罪都没事 这是我们今天想的 麻烦了 我怎么掉也掉不下去 就让咱们犯罪吧 保罗以后气得够呛 说一心成瘾 断乎不可 说得很清楚 他这边也是这样 哎呀 上帝是这样 他后面说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没有畏惧了 是因为你再怎么犯罪 也没事了吗 保血涂抹 盖着像我们说 铁卷丹书一样罩着我 怎么样做八旗子弟 我怎么样做顽固子弟 都没事了 对不对 他说不是 条件说得很清楚 因为怎么呢 他如何 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什么是没有畏惧啊 是跟他完全的同一 什么是完全同一啊 他如何 咱们也如何 这是重要啊 上帝的生命已经在我里头出来了 我怎么会罢上帝啊 对不对 凡是害怕上帝的 是他里头没有他生命 在外头当时害怕了 是在里头已经发生了 是十字架已经把我钉死了 让那个活水涌流地冲灌我 里头也是神的爱流出来的时候 我才跟神的爱成为一体 对不对 我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了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上帝不是这样的 上帝不是什么 上帝不是那些真正的 我们说的过去的 这个脏光王法的主 上帝是这样吗 哇 罪人都得干掉 对不对 但是我儿子犯罪没事 你觉得有这样的上帝吗 上帝是反过来的 上帝说我教训你更狠 对不对 那时候以色列 这些犹太人的时候 不清楚 说我是你儿子 你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 然后上帝怎么说的 我在世间只认识你 所以我专门打你 对不对 因为这就是爱啊 骂是爱啊 我为什么爱 我要让你成全 跟我一样的生命 对不对 如果你是我的亲子 你就明白这件事 你不是我的亲子 你当然恐惧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什么 叫什么野鸡 什么家鸡的说法 野鸡都打不走 为什么呢 家鸡打不走 意思是说 他知道说这是我的家 我就算你打了 我也知道你是 让你自己的生命出来 而且你是怎么打我的 你不是做一个外在的处罚 你是用你的死来打我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那些爱自己孩子的人 他不是用棍棒打出来的 对吧 他是什么 他是用他自己生命的请道 对不对 那真正 也包括我们说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呢 说得很清楚 这么说吧 上帝不是李刚 所以你说我爸是李刚没用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我爸是上帝 没用 他说很简单这件事 他说如果你不是亲子的话 我不教育你 对不对 没受到教导的人 他不是亲子 所以我是亲子 所以我爱你 所以我不会是纵容你 溺爱你 让你怎么犯罪都没事 我恰巧就是挽回忌 我以我的死也让你要死 对不对 你只有你的罪人死了 我才会从你里头出发 而这个出发也是一样 你除了上十字架 让我的十字架的恩典 和圣灵的恩典 在你里头出现了 你不会挽回的 你不会不恐惧地 跟我拥抱到一块 哪怕我处罚你了 不是处罚 造就你了 操练你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 这个 好 好 我们这个 他最后是总结了 总结的就是这样 我现在不就说 这个不法的事多了 人爱主的心就淡漠了 但是我现在讲 不法的事是因为世界 我过去这几年 一直祷告 就是这件事 是世界吗 不是世界 是教会里的世界 是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都肆无忌惮了 做什么都行了 这个世界 他就失去管道了 我到我们教会讲 好意思都讲这个 管道没有了 对不对 神爱就是借着 他自己的身体的世界 我们在地上捆绑 他在天上捆绑 我们在地上释放 他在地上释放 这不是我们的特权 是我们生命的见证 凡是我们没用生命 去请道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释放别人 我们就没有捆绑别人的罪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这边讲了说 后面就做了总结了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启动的 不是我们 我们里头的爱 完全是神的爱的浇灌 是神的爱 从我们里头流淌出来 是神他是自在的 我们的爱是因信称义的 顺从他 与他共鸣 随他同行的 然后讲说 我们若是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看 就不爱看不见的神 说这是实实在在的 然后爱神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生命 这说得很清楚 实在的 就是我们身边的弟兄爱他 但是爱什么 身边的弟兄 我帮他找工作就对了吗 当然对的 但这就是神爱的本质吗 现在这个 我行走就知道 世间也是这样 在教会也是这样 最大的是里头没有神 欢迎说里头没有神的爱 神爱我们就是一样 因爱 因他的爱得生 结果里头没有 那怎么办 那就完了 我刚讲的狐狸的故事 你看这有差别了 狐狸他虽然把小狐狸弄走了 因为让他独立去了 也是对的 对狐狸来说 对我们不是 神他没有这么讲 他说我一辈子追随你 跟随你 但不是外头的 如果我们在外头看的话 我们也一会儿有阳光 一会儿雨水 一会儿冰雹的 那就是神被我们遇难成降了吗 他说我在你里头 我在你里头伴随着你 但是里头什么呢 我们最近呢 我自己的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突然得来症 这个弟兄 我们特别感恩 一直为这感恩 他过去特别理性的 在瑞士拿了这个博士学位 然后在日本和美国都是在生化公司做了高级管理研究人员 特别较真 天天说这个 就是说你不通啊 这个通 那个通不通 然后天天插进 结果突然得了癌症 然后那些通不通的就彻底不通了 对不对 但是这就是神的恩典来了 他就是意识到说除了依靠神以外 没别的办法 要祷告 然后悔罪 哎呀我真的没看见一个人 是到这边说 不是埋怨神 是到这儿来他自省 有的时候都过分 把自己的所有都数落了 就说我在神面前没有什么这个没有那个 我原来怎么不爱神 然后我以为我是异的 其实根本不是异的 哎呀 后来 哎呀我们那真是 全教会都为他祷告 都是感恩啊 真是这样 那就是 后来这个他有的时候他也恐惧就问我说 哎牧师真是 我怎么一会儿 就是一会儿 灵命高涨的时候什么 可是我下来了 突然有一个挫折 比如手术时间改变 哇我怎么现在是垮下来了 我说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有软弱的人 我也一样 我不比你强 但是 神是要住在我们里头 不是咱们俩一块祷告的时候你就建立了 我走了你没有了 不过神他一直要住在你里头 你怎么让那个神 那背十字架的神 能够在你心中 把他的十字架的生命梳理起来 那你永远不会恐惧的 但是呢 这需要操练 需要去经历 神允许你得癌症 这不是听着狠狠的话 我们那老传导人说得更狠了 我们那些祷告会上说了说了 然后我还去教导他 然后呢我就是用很婉转的方式讲理 因为这是 他特别爱听我讲话 所以我就讲 我们老传道人讲的时候 你已经恩典了 不想那么多了 你就算现在去世了 我们也为你感恩 因为你现在得到了 哇那天真是啊 正龙法魁啊 我说太 直击人心啊 震撼人心 为什么 那就是神的爱 从生命中流出来 才敢说这个话 我现在当然要为你的病祷告 但是我最大的感恩 是神已经住在你里头了 你就学着跟那个神同步吧 哎呀太棒了 那我自己也是经历过的 我讲我自己经历 其实也是这样 我说的这个话都是我经历过的 我以前在神学院教授后 到各地牧师和同工培训的时候 如果不是圣经 不是我经历 我不讲的 经历讲的什么呢 我亲眼看到了 我看到了说 比如我以前讲过很多这个见证 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 我没钱 那时候我在做一个传道 然后我把我的钱全部拿出来 然后呢给一个学生 因为他父母要来 没地儿住 买房子 然后呢 我那时候也是有 有那个黑帮啊 纽约的时候 有些人跟黑帮都有关系的 做这个医疗网络的 哇 我半夜去帮着 去跟黑帮啊 你们见过这个俄国的这个mafia吗 我去跟他们保护他去了 但是这些人后来都照样 该反对你还是反对你 那我姐都很有意思 那我经历的是什么呢 是痛苦吗 那后面的多了这些事情 现在还有人拿着我的钱 照样几千块钱 我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自愿 在我的奉献以外啊 我拿出钱来给你 说你有困难 你刚到美国来 他照样 他干什么 还是干什么去了 很有意思吧 那还不用说别的了 最大的舍己啊 你的人格 你凭什么事都别人做了 你的人格却被人践踏了 有什么感受啊 这就是恩典 十字架的恩典 你如果不是也钉在十字架上了 然后看着大祭司 长老文士和全城的人 都要钉死你 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的体验 这就是我的体验 当你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到说 哇 这些事来了 你请到处去了 所有请到里 还有人不接受 还继续要钉死你 你请到 首先是自己的祝福 很重要啊 只有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才可能以生命的形态 把这水流给另一个 也愿意接受 从里头钉起十字架的人 就那么简单 教会马上要 我们要回来了 今天我们是预习 回来还是这样 那神给我们更好的媒介了 因为我们虽然在网络中 也有彼此的 那就是我们肉身 要幼儿共同敬拜了 那不管查经祷告 都慢慢变成自己在一块了 我写的时候 我们还是这样 两件事 一件就是超越 怎么能到这处去 我爱这个弟兄 怎么能爱让十字架 在他生命中树立起来 这个是比所有的 我们说给点小人小会 要高得多 我不是说不给 如果那些东西里头 包含十字架 就不是小人小会 如果他仅仅是属肉体的 那点恩惠 那就是小人小会 跟十字架所建立的 因爱得生的生命 没法比的 对不对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不是没有肉身 爱也是成了肉身的 十字架也是成了肉身的 我怎么在我们彼此的相爱中 刚才讲了 还是以有形有体的付出 将那无限的 长阔高深的爱 承载过去 我们一块学习 我们一块来祷告 哎呀 主我们真是 你给我们的爱是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想都想不出这事来 除非你在十字架上 用你的生命向我们彰显了 那求求求主那也是 你既然把恩典给我们了 让我们不要 汪受着恩典 让这恩典真从里头出来 让我们也悲起十字架 天天悲起来跟随你 正确地说我们不是跟随你 是天天让你自己 背着十字架 从我们生命中出来 于是我们就 真得你的恩典了 求主保守 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马上会有 慢慢返回到教会 来共同敬拜 让我们在肉身接触的时候 眼光一直不离开 就是你十字架 所赐我们那至上的爱 然后我们也有形有体地 将我们的生命 顺服你住在我们里的圣灵 也为弟兄来舍命 求主保守 我们这样祷告无配 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我这带能不能不管他 圣灵 感谢观看